波波医师争议持续延烧 有网友发文说 之前高中班上有个一二代的同学 经常炫耀父亲开设诊所 每个月都有七八十万的收入 总说只要去国外读医学系 回台就能当医师 而原坡回想这位同学 在学校的时候考试作弊 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整天赌博旅游 而一查之下发现 他们全家都是波兰医师 有的他已经职业 也让他觉得很可怕 在台湾诊所数量惊人 甚至比便利商店还要多 但随着波波医争议延烧 有民众碰文说 自己高中班上一名一二代的同学 总喜欢炫耀父亲开诊所 月收入高达七八十万元 还到处宣扬未来要到波兰读医 而他的兄弟姐妹也全都是波兰医 让他惊呼实在好恐怖 因为回想这名同学考试常作弊 出国念书也是整天赌博旅游 直播台湾政府真的不检讨一下 波波医制度吗 感觉是还蛮夸张的啦 还是资讯要透明一点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只能用猜的 比较不会害怕说 可能看医生看到经验不是那么丰富 对比大医院医生检介 徐经理一目了然 但这所医师相对不透明 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是 波波医几乎不会贴出学历 即便要查也是相当困难 有些技术的精进 这段漂亮的 他当然就会把它给贴出来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不利的经历 比方说他做的事情 非他自己的本科 或者说他就是国外学历 而且是有争议的那种 就不会给贴出来了 除非你可以到卫生局 或者是各个县市的医师公会 经历通常会稍微膨胀一些 他是组织医师 他常会写作为他主任医师 没有法定要求公布 也都要经过相关的学历认证跟考试 由于波波医返国之后 大多数是投入牙科 让卫福部的偏向医疗计划 被指医师替波波医开后门 引发严正抗议 卫部部长邱太元决定 在没有共识之前 要暂缓海外医学生 到贫商实习规定 但民众看诊如何必 恐怕只能多听多问 邱自保 记者未听于你越来的报道 之后 在贫商中 都在贫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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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贫商中